卧龙,诸葛孔明,小时候搬家,从复活点传送到河南去,于是诸葛亮就在龙中买了个地坯,搞起了科技研发,至于诸葛亮的一身本是从哪里学来的?我认为,算得上是诸葛亮老师的。 估计那就是司马会了,不仅是诸葛亮一人,很多当时的名士,都是司马会带出来的学生。诸葛亮有着这样一个老师,还有这一大堆的高智商朋友,相当于现在在中关村渣堆稿研究了,如习树、彭统、孟公威、石广源等。 而诸葛亮本人更是尖字生,智商情商高,善于实践稿研究,技术水平也是一流的存在,但是史书上没有说明,三顾茅庐这件事是否确确实实的存在。 也有其他的史料记载,三顾茅庐的其实指的是曹操。曹操在兵败心眼后,谋士成欲有推荐诸葛亮的,只是曹操身份地位当时已经很高了。 没有拉下脸来,没有成功请出诸葛亮,这件事,小兵认为是不靠谱的,为什么? 虽然三顾茅庐这件事,没有实际的史料依据,但是龙中队是有的,从龙中队的内容来看,诸葛亮早有出山之心,连地图都准备好了。 而且还是专门为刘备准备的,如果是为曹操准备的,应该就是当时汉王朝的全国版图了。 诸葛亮出山后,三国演义里面,将诸葛亮描绘出一个神迹妙算,呼风唤雨的神人。 有很多不是他身上的故事,也一架到他身上,但从一点可以看出,当时的刘备只有两万兵重。 成小名寡,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,连比较差的张鲁都不如,能让刘备从小公司成长成为一个大集团公司。 所以说诸葛亮的运营能力确实相当强,凤处,彭统,好凤处,严格来说。 彭统不能算三国时期的人物,他只能算是东汉末期的人物,他没有活到三国成型。 彭统这个人,小斌个人而言,是比诸葛亮要聪明的,就是智商要更高一点。 他到二十岁的时候,才开始在司马会下学习,之前的水平完全来自于个人,而且彭统之前做的是评论家,对当时的人物能力,有着比诸葛亮更清晰的认识。 那为什么彭统在荆州刘表时期没被重用,在东吴也没被重用呢? 以奉出当时的名号。 和司马会的推荐,这响当当的金字招牌,为什么还是不受重用,性格上有缺陷? 但凡有喜欢点评实施的,点评人物的人,都有一个特点,就是狂傲自大,而且彭统此人好高无缘,是财傲物。 这点从刘备安排他去了阳县任职就可以看出,认为自己取材了,大财小用了,来了个不管不理。 这是其一,其二,气量狭小,狡诈,功力心重。 彭统在投靠刘备之前,为孙刘联盟贡献了连环祭。 其实,这已经是彭统在为自己进入刘备集团做准备了。 带着一份大功劳进入刘备集团,至少也要与诸葛亮平起平坐。 为自己想要进的公司,先立个大功,这本没有错。 只是彭统对自己的期望太高,不能让自己落于诸葛亮之后,以至于在后来入术之时。 急功近利,在三国演义中,彭统死在了落凤坡。 中年三十六岁,作为凤厨,彭统在当时的作为确实太小。 但其实力是不容置疑的,又林、姜维、紫伯约。 姜维是三国中后期的人物。 天水级线人,姜维这个人,是个全才。 就类似现在学校里的那种学习好,体育环棒的学生。 又林这个名号呢,应该是来自当时他在天水郡的名号,人称麒麟儿,学习好,武功强,还孝顺。 全方位的人才,姜维本是属于曹魏一方,只是在诸葛亮兵出天水时,使劲让曹魏内部对姜维产生怀疑,迫使姜维不得已投降数过。 这也使得姜维的才干和能力,有了更广大的平台得以施展。 我们都知道赵云的实力,单挑从来没输过。 当时的赵云虽然年龄已经大了,但一辈子下来,也没有真心服过谁,在和姜维的交手中。 几招之后,就夸赞姜维枪法精妙,有赵云的对比。 姜维的武力恐怕也不下于五虎大将,其军事才能,是诸葛亮最为夸赞的。 当姜维投降数过时,是拿魏国驸马下侯帽作为交换条件的。 一封一押由此得来,种虎。 司马懿,自重达河内郡人,司马懿这个人,其实是这几人中能力最平滑的。 大局观极强,在个人能力上,司马懿是不如诸葛亮的。 但是诸葛亮最怕的就是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人。 首先,诸葛亮在出伤后面对的对手,在诸葛亮面前,都显得难以招架。 在演艺中,就连周瑜这样的高材都被诸葛亮起死,最根本的原因是诸葛亮善于把握人心。 善于利用人物的性格特征,如姬孙权,促联盟,雷谷吵得曹操无法安睡,利用二乔,姬周瑜等,都是利用了部分人物的性格特征。 而司马懿的人物性格特征很平滑。 就像一个人,没有非常明显的特点,要说有,那只能是非常能人了,估计也就空成计。 算是中了诸葛亮的利用性格特征的计谋了。 诸葛亮在出征前还利用谣言,是为过曹瑞对司马懿生意,不予重用。 可见诸葛亮对司马懿的重视。 其实诸葛亮团灭司马父子最有机会的一次,就是在上方鼓了,围困司马父子三人,火烧上方鼓。 怎奈天命所归,上天不准司马父子再次阵亡。 司马懿也是靠着自己的经验和忍耐。 将诸葛亮给熬死了,从个人履历上来说,司马懿是真的一步步从底层爬上来的。 政治能力也是不断地提升,这也是他在面对诸葛亮时,能够磨死诸葛亮的最有利手段了。 政治能力也改变。